众所周知,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,汽车保有量是越来越多,几乎已经到了车满为患的地步,巨大的市场已成就了很多神车,例如大众品牌好几款车型,哈佛维车友等,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神车,它就是武林红光。 武林红光被写进各种段子,但它依然是神车,一共卖出了400万辆,要知道武林红光上市才7年时间,就已经共卖出了400万辆,最近几年每年的销量都在50万台左右,这样的销量成绩是其他任何车信都无法企及的。 神车真名当之无愧,可是武林红光也一直被人诟病,因为它面包车的身份以及造型配置,甚至连安全气挡都没有,在安全性能上都让人担心。 可是它就是有独到之处,才能成长神车,被段子吐叉形容,还没安全气挡的它,为啥能卖出400万辆? 首先就是它所有被人诟病的原因,都导致它的最大优势之一,就是便宜。 当然即使便宜,但是在这一价位的面包车里,武林红光算是最讲究设计和品质的了。 除便宜之外,武林红光的优势就是它面包车的特性了,既能拉人又能拉货,灵魂的车内布局可以让车主打造成最适合自己的内部空间。 还有就是武林红光的使用成本了,由于它搭载的是1.5升的自然机器发动机,再加上巨大的市场保有量。 所以武林红光无论是油耗还是后期的保养维修都是非常省钱省心的,这也难怪它能卖400万台。